教育部将信凤梨快学产地 承煮给台中紫寿工 李明抗议庙坊准备在活动中心旁 新建庙宇 在唐小分及廖子佑等多月圆的关心下 特别办理说明会 李明出席相当踊跃 而且这个庙宇还有在一些 给民众问世 不管说在我们的交通方面 还有我们的安全 那甚至更多的陌生人 出入我们的一个社区 即将对我们社区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大 那所以这次我们的自救会的一个成立 也邀请庙房来做一个说明 那希望说教育部能看到 我们这么多居民的一个反应上面 能够把这一件庙宇的一个申请案 能够把它退回 那把安静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周遭生活 还给我们当地的一个百姓 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诉求 每周三天问世即烧禁止 甚至外来车辆进出 噪音加上空污 如何不影响居民安宁 民众强力要求教育部 终止契约或土地使用同意 还给居民安静的生活空间 只要有人来问世 一个人是三百块 还有收金只是五十块 这块地是属于学产地 这块地是完全是政府的地 它是用承租的 这影响到我们的所有居住的品质 还有它将来出入的车辆 还是说扰民 还是说空污 尤其最大的就是空污 所以我们认为说 它是不宜在这边来盖这个庙 在短短的几十天里面 大家就集结起来 了解它在盖庙以后 大家这么有心 来把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是坚决的反对到底 县远简俊廷装士杰及蔡明娟表示 居民都相当反对在此 新建庙宇 呼吁教会部重新审设合约 并希望庙房顺应名义 另觅合适用地 不需坚持盖在社区 不要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牺牲多数人的权益 我们这些基民也非常反对 我们来用雪产地来建庙 它的合法性还是有问题 也是要拜托我们的教育部 担对他们的合约问题 我们来做一个省事 也希望我们的管务 跟共同跟我们的地方 我们共同来感动 如果该解约就把雪产地 做一个解约 如果你要建庙 民选在这边也建议 你们真的来找一个 一个合法的地 自己买来建庙 不要浪费我们这些 生存在地的汇用 因为我们财神明 我们拜神明 就是希望 跟地方都要安宁 跟我们就不必地方 也没希望这种空间 影响到我们基民 这些生活的环境 住宅区有庙宇建筑 常让信徒在信仰 与居住品之间产生矛盾 教育部表示 针对民众反应 包括照应 公安等的相关疑律 及建议立法在住宅区内 不得建设公庙等的意见 会做审慎评估 记者洪一伦 炒团猜报道